我叫板家小薇 我再也不干拆东墙补西墙的事了 早上好 我 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 昨晚资源细圈 我把木筏拆了一半 班长不干了 追着我在木筏上跑了一晚上 不行了 累死我了 今早我没有找到一个小岛了 既然木材这么不够 那我决定上岛砍树 看来这个小岛很高嘛 肯定物资很多的 嗯 我 我怎么又没有木板了 趁着班长不注意 我 王小薇你想干啥你说 别动我木筏 被发现了 那我就 有了 把二楼墙给拆了 这不就上来了吗 班长 我等会砍了树陪你木板啊 我今天可是要做大工程的 家里不是木材也缺少 小炉子也烤不了大鱼吗 我就想啊 在家里种一棵树 再搞一个大炉子 看 才说就拿到了树种子 这以后想要多少木板 有多少木板啊 我也不破坏环境了 这怎么就不可以了呢 啊 大家给我平行礼 身上装不下了 把该扔的扔了 我现在就要木板 别的我看不上 坏鸟吃我一勾 看看看 这木板 给鲨鱼咬了 还不如给我拿 小岛太高 上了二层资源 还是很少 看来我还是要 接住一点木板了 嗯 太好了 班长不在 拆拆拆 哈哈 我拆 用完了所有木板 嘿嘿 我上来了 嗯 这里难道有人住 还有一个箱子 哇 这里的物资也太丰富了吧 只是这人 不再去想这里 曾经居住者的生活 我还是先搜集物资吧 祝愿他们 都能在末日存活下来 说不定已经找到 小型大陆了呢 我平凡的跑动于 木筏和小岛之间 岛上的资源 真的很丰富 看 这是硕大的芒果 看 这圆润的西瓜 我忙得不亦乐乎 岛上的资源采集齐了 别忘了水下 还有丰富的东西呢 趁着班长吸引鲨鱼 我把整个小岛 搜集了个遍 黏土和沙子 都是好东西啊 金属碎片 更是不能放过的 还有海草 嗯 全带走 哈哈 回到木筏上 班长的气已经消了 我把矿石放进 待会烧好了 就可以得到烤架 要用的金属锭了 我一边凶复着 陪给班长的木板 一边等我的金属锭 哎 有了 给大家看看 什么才是学习的力量啊 马上就能有大烧烤架了 嘿嘿嘿 看 新做的烧烤架 做好了 除了能放大的鱼 小的还能一次烧好几个呢 我现在算是知道 木筏小的坏处了 我都没地方放烤架了 哎 来 烤一条大鱼试试 烤鱼散发的香味 让肚子饿的提出了更大的抗议 来看一眼 班长说 这鱼比我的头都大 吃下去安全嘛 不管了 我真的是太饿了 抱着它三下五除二 消灭成功 不错不错 我赶紧让班长也试试 啊 班长又在念它的木筏 被我拆了 好好好 我发誓 我再也不干拆筒墙 补习墙的事了 收集木板 然后扩大我们的木筏 我还做了两个中土盆和一个大土盆 把该种的种子都种上 哎 我去 这树 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树 是不是长得有些太快了呢 我是长 Minnesota 老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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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